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接着要探讨的就是磁能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为什么我们要探讨磁能呢 其实在磁场的部分的话跟电厂是有同样的一个性质 那就是说在电厂的时候我们把 我们把电荷从很远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把它一个的电荷移到某一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电荷聚集在这个地方 那Q1 Q2 那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后我需要花多少的工 把这个电荷聚集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功能就是我们所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电能 这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在讲电学里面的话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在磁场里面 那在磁场里面一样的这个意识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原来都没有电流存在 那我现在呢我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建立起 这是I1这是I2I3不管 那我希望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我需要花多少的工 OK 那 这个工就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工呢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工呢叫做职能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探讨的两个跟电学里面有相关的一个地方 那首先呢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的话呢 有一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说 原来在这里面的电流 I1 I2 I3这些都是零的情况之下 那从零到有 OK 也许每一个电流都在改变 那这个改变 我们希望它的改变呢 它的频率啊 是非常非常的小 而不是它频率快到 你没有办法去反应它 换句话说 你电流随着时间 在改变的 这个frequency 是很小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把一般 我们把这种状况就叫 Quasi-state Quasi-state的condition OK 那这也是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电流随着时间 它的变化 电流随着时间在变化 那这个是变化的非常慢的情况 那这个quasi-state的condition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 如果这个电流环啊 电流环呢 因为你如果一旦 你这个电流I是在改变的时候 那电场跟磁场在这里面 其实是会改变的 那会改变的话呢 我们到最后再讲电磁坡的时候呢 那电场跟磁场在改变的时候 那个坡洞 它其实你可以看成 它是有一个坡场 那换句话说 在这种状况里面 它这个坡场呢 是很长 长到什么情况之下呢 长到就是我所为的这个电磁坡的坡场 是也大于这些电流环的dimension 假设这个是A好了 那我说λ是也大于A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假设呢 如果λ不是也大于A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loop所建立的位置是 好几个坡场的位置的时候 那电场跟磁场是随着时间 在各个位置改变 那如果我的λ是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视为 你在讨论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的电场跟磁场 瞬间是差不多是constant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条件 好 那这个条件呢 也是一个quasi-state的condition里面 跟坡场是很小 是对应的 因为坡场很小的话 就是平率很小 就是坡场很大 OK 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好 那你知道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有这个性质以后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在 看好这个问题的时候是 把第一个电客拿进来 再来再拿第二个电客 再来再拿第三个电客进来 同样的方法 可以用在关系上的实能的时候 那首先呢就是什么 第一个 你本来就是这个流环呢 完全没有电流 i 现在呢从你开始 慢慢的把它变成到 i1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当你的电流 i慢慢的重低 一直增加到i1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电流里面 已经会产生一个 散烫电流增加的什么 感应变动式 对不对 我对流要增加的话 我在这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个 感应变动式 那这个感应变动式呢 一小的大转 是跟什么 是跟电流增加的时间 实电力是相关的 严格讲起来 这边是会有一个数号 换句话说 这些人就做一个 就是把那个 等实电力的部分 那这个感应变动式 一小是跟i 随着时间来这个 这个变化的时候的话 我们说其实这个电流环 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把它 设为一个 save conductance 它是有一个质感的 那这个质感值 它说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变感的话 它跨越在这个变感上面的voltage 你跨越在这个电感上面的voltage呢 它基本上面就是这个 i1 然后乘上五次感 是我们很了解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旦知道你的voltage 你也知道在这个voltage 下了之后的i1 值的话 那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要对它做了功 ok 是什么 功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被压 层上 跃流 对 然后 层上回海 因为这个是号 ok 所以如果你写的更详细一点 比如说 在T时间的时候的电压 层上T时间的电流 就是我们的号 ok 它这个号 算句话说 你把它移向过啊 T 是处 过 那 我已经知道 对外 是不是 所以我把它带进来 就可以回到i1 L1 i1 i1 层上 那 你知道 这个Safe inductance 是一个不随的电流 安改变的一个 就是跟它的形状有关系 那我们 要算Total的 这个风的话呢 我把它积分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 打到T号外面来 那你自己听呢 你都需要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i1 i1 L1 i1 就是i1 那 你这个L1 就是大2分之1的i1 好 那这边 i1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 i1是从0开始一直变到大i1 所以这是从0机到大i1 那句话说 原来你的风是等于0 当你到大i1的时候 你Total的风就是打丢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植物 就是2分之1的L1 i1 OK 可是 这个大小 所存在这个系统 完全居住在这个系统 那 那 我说 我的W是等于2分之1的L i1 1 OK 那 如果 我把这个 介质 算作是一个 线性的介质 那我们都会发现说 假设你是一个线性的介质的时候 你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我的Flux跟我的L之间的关系 这是Led 这是median median的部分 你可以知道的 所以 当时的条件很像的时候 我的功啊 实际上就是等于2分之1 L1的地方 我把它 带成Pi1 i1 的话 那就是i1 i1 这个是class 或者是class linkage 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N搭桿线的话 那这个就是class OK 那 这一个东西 就很明显的 告诉你的见识性 就是说 我存在这个风 这个 电流从0 接到I1 那我给他的风呢 是放到哪里去了 放到这个系统里面的 所存在这个磁场里面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风 叫做磁能 好 就存在这个磁场里面 那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刚刚讲的东西 是 single loop 单一个loop的情况之下 那 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在电穴里面 你看到的是 第一个电荷被移进来 是不用做工 第二个电荷移进来的时候 他要 反抗这个什么 Q1给他的排斥过C 要做工 同样的情况 在这个系统里面 第一个loop进来 从0 一直到I1 OK 你已经知道 现在要进来第二个loop 好 那换句话说 我把我的问题简化 简化 简化到什么 我说 我说 现在 是有 两个close loop 那这两个close loop呢 我知道 final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I1 OK 这是C1的loop 然后C2的loop呢 是I2 那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我们会看到的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把它分段来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从Step1的看待 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个 第一个 我把I2 视为0 那只有I1 OK I1呢 它是怎么来的 一定是从0 一直到I1 OK 那这个case 是我们刚刚 已经计算过的 这个是 第一个步骤 我们把I2 视为0 OK 然后I1呢 从0到 大I1 那你已经知道 你所需要发挥的功 在这个系统里面 是1 2分之1的L1 大I1的功 哇 OK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 它已经是I1了 OK 那我把它keep住 换过来是 这个I2呢 它要从0 一直到 到I2 就是 就是 第二个step 好 你必须要keep住 I1 然后I2呢 从0 到大I2 那你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实际上 我必须要考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I2 要从0到大I2的时候 没有它 我就跟它一样 对不对 这是 这是 我只要考量我自己就好 我必须要考量其他 那它就是什么 它的质感 在发生作用的时候 也就是说 如果我只考量它的质感 L2的部分 那我就知道说 其实在这里面 会储存 一个 W2的 这个 公 这个公是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 L2的I2 跟这上面 类似的 这应该没问题 但是 现在不止 你要考量你自己的电感 你因为 你的电力要增加Flash 在电化等等 而使得这个能量储存在这里 还要考量什么 当它在变化的时候 它会引起 它的Flash Linkage 会Link到这里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 是有什么 覆感 所以你要把覆感考量进来 L1 你的覆感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说 因为 你I2的变化 那 会Link 你的Flash 到I C1这个Loop上面 那 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是在C1这个Loop上面 也就是说 当我I2在变化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是产生 是因为 第二个Loop 对第一个Loop的作用 它的Flash Link到这里来的 那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动式 就是跨在这个 那这里面 它的笔直 在这边 你看到了 因为电流的变化 感应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跨在自己上面的 这个就是什么 质感 所以在这边的笔直 就是你的负感 L21 那如果你要把你整个的 这个写得更清楚一点的话 我们就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因为二的Loop 作用在一上面的 所以 在一上面的感应电动式 乘上 在一上面 这时候的电流 就是我们的电流 乘上 我们的感应电动式 然后再乘上DT 就是 我因为I2变化 产生感应电动式 在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的电流 你对它做的功 那有没有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 现在你看到了 L12 你把它带进来 L21 DT 比I2 DT 乘上I1 DT OK 那我们已经知道 跟 电流的大小是没有关系 它只跟它的形状有关系 而已 所以 基本上这两个是常数 I1跟L21 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DT 已经 就底I2 OK 所以我们把它积分起来 OK I2从哪里开始 I2是从0 一直到 大I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由于 由于 I2在改变 它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也就是flux linkage 到这个 C1的这个loop 而使 这个C1的loop上面 会产生 会产生一个反抗的感应电动式 那你 外界要对这个系统做工 我们就可以知道 所做的工 就是等于L21 I1 I2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 你要形成这个系统 经过两个step以后 那我们一共对这个系统做了多少工呢 做了三个部分的工 这三个部分的工 我全部要把它sum起来 就是我total的工 total的工呢 是W1 那在这里面 你常常会用一个index 把两个index放在一起 就是第一个loop 作用在自己上面 第一个loop 作用在 第二个loop 作用在第二个loop上面 这个呢 是第一个loop 作用 第二个loop 作用在第一个loop上面 基本上我们会把它写成 W1 E 加 W2 U 加 W2 那 那 这个等 total的值就是 2分之1 L1 I1 平方 加 2分之1 L12 L12 跟L21 是一样的 因为 复改 加上 L2 I2 你从这里面 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对不起 这边 二分之1 这边没有二分之1 从这里 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我可以把这个写成一个通式 这通式是什么 假设我现在 我有N个loop 然后 这N个loop 它所 total的公 两个loop是这样子的话 那 它就是 2分之1的 summation I 是等于1 到N 然后 J呢 也等于1 到N 那我们的L I J L I J 就是我们的 这个负感值 当 I J 是等于 JI J 不等于I 的时候 就是你的负感值 OK 那 L11 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边的质感值 OK L22 也就是等 L2 换句话说 LII 就是我们的LI 这就是你的质感 所以 你看到了 N个loop的时候 你可以一样的 去把它算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 整个total的energy 好 那 每一个 N个loop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成 每一对 第I个loop 跟 第J个loop 它们之间 互相的 flash linkage 常在 L1 I J 的部分 OK 那 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 我们看到 在整个 这个 N个loop 的时候 那 每一个loop 它所 带的carrier I1 I2 一直到 IN OK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总共的total energy 那有没有问题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刚刚我们这个观点 你所切入的 一个情况 我们希望 如果我们现在 用另外一个观点 OK OK 不同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那 基本上面 我们还是 N个loop 那在D 我们其中DK的loop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已经 知道了 就是说 每一个DK的loop 它有自己本身 的质感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 它对其他的 的负感的存在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就是说 它的功 DK 在刚刚 基本上是VK IK的DT OK 这是负感的部分 那 而质感的部分 所以我们 不 啊 其实这不管质感 或负感 就是 你在这上面 在这个K的loop上面 所引起的这个感应电动是 如果这个感应电动是 是Y来给它的 那这个就是属于负感 如果它是自己本身 因为电流在变化 那就是 这个感应电动是 就是所谓的质感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归纳成同样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 基本上 你这个感应电动是 是因为什么东西在改变呢 是因为 这里面的Flux在改变 OK 那这个Flux在改变 我们先把 这个Flux呢 写成小写 因为 大写的话 我们就把它视为final的结果 那这个Flux在改变 所对应产生的 这个感应电动式 那我直接就可以把它 上面这个关系是 用另外一个方向切入进来 就是说 实际上我所做的工 是什么 是等于我的IK乘上 那 我在这个Loop上面 我的Flux改变量 这有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是在 我们刚刚在这个最后的地方 已经引进来的 一个概念 好 那 这个概念 就回到一个场的概念上面去了 那 换句话说 每一个Loop 我都可以直接 不管它自感互管 我都可以知道说 我上面的电流 乘上我自己本身 我的Flux的改变 我根本不知道是从谁来的 让我改变 但是我知道我的Flux 改变的时候 我就会 这个Flux改变我的工 就需要什么 需要灌注一些能量进去 不然的话呢 它可能就 电流就变小了 或者你要维持它的电流 就要给能量 OK 好 这整个系统 有N个Loop 所以 你要把 Total的Loop 公呢 要把它 每个Loop 通通的 把它加起来 这K呢 是从1 到N个Loop 那应该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 DK的Loop 就是它的 积分啊 你要把它积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 这个整个结果 就是等于 Ik D5k 你把它 全部把它Sum 放起来 就是你的 Total的 这个 给的工 也就是说 你Total儲存的能量 就是 就是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如何把这个概念 跟这个概念把它 合并起来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的Ik是在变化的 我并还没有达到它的最大值 所以 Ik啊 跟 Final的值之间 我用一个 比例常数 Alpha 来给它 因为它是 它的 一个 大一零小一 一的 这个值 那同样的 你的 你的Final K啊 也是 最大值 最后 就是 也不是最大值 就是最后最后 Final 存在的值 一样的 它的Alpha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你有了这概念以后 你把它带进来 我们看到 Summation K等于1到N 这两个同时带到里面来 那 换句话说 我的Ik 就等于 Alpha的 大Ik 那D5k呢 就等于 5k的DAlpha 因为它是在改变 这是一个定制啊 所以我们说D5k呢 是等于大的5k DAlpha Alpha 是从0一直G到1 的值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两个都是定制啊 因为是最后的 Final的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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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它提到外面啦 Summation K等于1到N 大的Ik 5k 那这边就变成 Alpha DAlpha 0G到1 这个呢 是1 2分之1的Alpha 平方 那从0跟1 所以这边是1 2分之1 Yk 然后乘以2分之1 OK OK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是我们的结果 啊这个结果 跟这个结果 两个是应该什么 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结果跟它比较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 我说两个把它比较 所以你看到 实际上 你的5k啊 就等于summation的 i等于1到n的 lik 然后 ik 这i i不是i 因为它们把它summ起来 就是 ok 好 换句话说 到这里 到这里 实际上 你也知道了 这个其实 就是我们 每一个 这个就是负感 OK 负感的定义 每一个 i 对 k这个loop 的flask的改变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负感的值 好 那 从 两个观点里面的话 从电感的观点 从这个 场的观点 你现在知道说 基本上面 我要 我要从 这个系统里面 电流 从0 一直增加到 某一个定值以后 你实际上是要什么 要有能量输进去的 输进去的能量多少 就 完全 你可以从 场的观点来看待它 也可以从 这个 这个 loop 之间 它的coupling 就是它之间的 互相的 交互作用的部分 那它就是 它的质感跟负感 两个来看待它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谢谢